各位大姐大嫂 我是您身边的朋友 也是土生土长的苍州人 我叫张玉庆 今天呢非常的高兴 能够和大家在这样一个镜头之下 跟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来到北京的 家众服务的一些具体内容 请大家呢 把心理压力都放下来 因为现在呢 社会都在进步 大家都在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层面 千万不要有一种 说我到了人家 是给人家端茶 洗碗 敌人意等 现在社会 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 如果您来了 做得非常的好的话 您这方面的薪金待遇呢 不会低于一些个白领阶层 如果您做得好的话 它会把您视为自己的亲人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来到北京的工作当中 把咱们苍州人的文明 苍州人的文化 带到北京 也让北京的亲人 感觉到我们苍州人的服务水平 和我们的业务能力 都是棒棒的 让我们一起给彼此点赞 给我们的未来点赞 谢谢 真的不错 我觉得呢 就是他呢 讲的口才表达还不错 但是呢 缺乏了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共情能力 你自己来自于农村 你从一个工厂的工人 做到领班 再做到保安 其实这个奋斗的历程 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 阿姨进入城市里边 去做家政服务师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被尊重 很多阿姨在我们平台说 你不要把我的照片挂出来 因为如果认识我的人 我的家人认识我的人 觉得我面子上挂不住 觉得被看不起 所以说呢 你应该把你自己 在奋斗过程里边 被尊重的经历 展现出来 但是段老师啊 我真的觉得 特别出乎意料 虽然你看我都灭灯了 我还想说这句话 就是我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就是他或许 未来在讲演的内容里的 一些技巧 或对业务的深入了解以后 他可能会讲得更好 更专业 但是他今天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台风 然后这种亲近的程度 和他坦诚的 给人的这种感觉 我在这听得 他特别的认真 你看 为什么 就是我们在台上这些人 其实没有经历过 你不是从农村 来到城市里边 一步步努力 没在那个境遇中 我们听到的其实是 他的表达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啊 就因为是这样 就是 就我是常年 跟阿姨生活在一起 我就觉得刚才那个 东哥说的那话 挺打动我的 说有些阿姨是不愿意 把自己的照片挂出来的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 尊严感是这个行业里头 可能大多数要跨的第一步 但是真的在家庭里 起码在我的家庭里 我觉得我的阿姨是高于一切 其实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就是城市人 然后在忙碌的时候 你是极大的依赖阿姨的 阿姨是你的靠山啊 阿姨是支持我们 在前面闯的人啊 就我真的真心诚意地感觉 阿姨就像亲人一样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除了你提高 他的职业的这个荣誉感之外 就是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案例 说真的说我们有多少人 是真心诚意地感谢 比如说你的案例 我真的我跟你说 我现在如果镜头对着 我就想说就谢谢阿姨 我就谢谢你在这十年之中 在我的每一个瞬间陪着我 因为有他才有我今天 没有他没有我的 张老师 他们现在都是在给你加油打气 看一下台上 一二三四四盏灯 请大家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我们先看一下赵小叶 给出你的一项薪资和工作岗位 您好 因为我们营朗文化呢 是一家专门做大型的活动的 就是包括活动资料和执行 好 六千家工作地点是 在北京 在北京项目专员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段东 张云庆 田鹅到家给您的岗位 是高级培训师 这个是你的未来适用期的 一个起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杜子健 带货主播 一万 工作地点韩州 好 张云庆 接下来灭掉他们三位当中 其中一盏灯 来吧 灭灯吧 要灭杜子健 主要是地点的问题 谢谢您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请小叶和段东 走上竞价台 谈钱不伤感情 我看看能不能再帮您争取一点 小叶 你觉得他身上 既然有这么好的特质 你也很欣赏 你刚才一直在夸 咱们再稍微地给他 是这样 我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婚庆 它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行业 他们整个行内的很多东西 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没办法应用到 我们的商业活动里面来 它那个流程虽然一样 但是他们说的话 办的事儿 见的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呢 给到的是一个待遇 好 谢谢 来 我们看天鹅到家这边 哇 段总好给力啊 数字变了啊 刚才是一万 现在为什么又给他加两千 因为婚庆主持人满世界都是 对 你能在你这个专业里面 能做得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你的潜力还是有的 但是最大的挑战在于说 到了这个阶段 你在某个领域里面 非常成功的时候 需要做职业选择的时候 这是对你最大的挑战 选择的时候往往不舒服 需要你改变 对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 接受可能带来的风险 对 所以呢 这个薪酬呢 我觉得是你开始的一个起点 好 张老师 接下来 十秒钟考虑时间 选择其中一位 或者谢谢再见 做出你的选择 我选择天鹅道家 好 来 祝贺张玉庆与天鹅道家 携手成功 来 握个手吧